上来的天空抹上一层粉色的樱花 整片的粉色花海让游客不禁赞叹 漂亮 好美啊 不用出国 真的 不输入本人 被游客大力赞赏的赏银胜地 就是高雄桃园宝山二集团樱花公园 园区种植的山樱花和金樱及野樱等品种 轮流绽放也美丽了整个山头 然而连续几波的冷空气 也让今年花期比往年都提早了许多 因此族人跟摊贩就担心 若按照原定樱花季开幕会错过最美的花期 也担忧部落一整年最重要的观光旺季 会因为宣传不足导致人潮不如预期 我们最近都会每天都会上去看那个花的状况 花开了但是人潮还没有那么多 樱花公园开幕是在1月20号 但是因为花期开得比较早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来赏银 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主要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樱花 那目前现在这个合金是开了四成左右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樱花 所以这个会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会陆续开花 虽然樱花季的开幕时间依旧维持在1月20号开始 但部落人欢迎民众提早上山来到园区 在不用人挤人的时候先一读美丽的樱花 有些人老包子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在这一段时间 我能不能等下来 我能不能太众